最近獲得的一份網格化基層治理平臺的內部資料 顯示出中共當局的監控 如毛細血管一樣深入社區 對民眾實施數據極權統治 最近河南村鎮銀行維權儲戶被赴紅碼 鄭州維權業主健康碼變紅等事件 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 這麼精準的數字監控 中共是如何實現的呢 以北方一個總人口5.9萬的小鎮為例 一份網格化基層治理平臺的內部資料顯示 這裡有部分居民被標註為不穩定人員 例如這名退役士兵 她因為反映八九平暴人員待遇問題 遭到穩控 穩控措施是電話聯繫 而這名女性因為反映其嫂子被拐賣 要求公安機關找回被列為不穩定人員 遭到24小時穩控 系統還記錄她沒有接種疫苗 其他居民被歸類為不穩定的理由還包括 反映對月參戰人員待遇問題 反映名師待遇問題 法輪功組織等等 而另一份系統資料顯示 信訪人員的一舉一動遭到嚴密監視 例如兩名重點信訪人員被記錄 他們已經買好車票 正準備去上訪 由於系統具細靡遺地記錄著居民所有的個人信息 包括手機號碼 再加上這種動態監控 因此給某個特定的人附紅碼這樣精確的監控 就通過大數據實現了 這個網格化基層治理 它的作用就等同於 這個基層的毛細血管 就類似於傳感器 它在採集公民的信息 它只是屬於一個基層的 但是它是跟這個血量工程 跟這個收集公民的個人信息 跟大數據分析 它是合成的一個平台 然後它是由網格源收集各類信息 網格源是中共臨時聘用人員的一種 但卻是當局實施社會網格化管理的主力軍 還是以那個人口5.9萬的北方小鎮為例 系統顯示 這個鎮有800多個維穩對象 劃分的單元網格精確到村 社區 400多名網格源深入社區 密切監視著居民 網格源平時主要通過系統的手機端APP工作 由於系統和政法委系統對接 網格源還可以調用區域內的監控攝像頭 以微信公眾號雪亮靈移為例 山東靈移目前有16萬多條線路 接入到雪亮一體化綜合應用平臺 網格源在微信公眾號裡就可以看到視頻監控 一旦發現案情 要上報區綜合治理中心 以及市集各智能部門處理 經濟上進行控制 第三個就是在社會角色上進行控制 你可以看到 從中共建政以來到現在的話 其實就一個策略 就是加強政府的權力 然後削弱個人的權力 它表面上說是要環保 要電子證物 綜合治理 但是它其實裡面的數據就已經證明了 它最大的一部分力量 它是用在收集信息 報案 維穩 有的法輪功學員就因為它電子監控 就被抓 甚至被迫害致死 所以它這個系統是非常罪惡的 知情人士透露 這個系統整個牽頭還是政法委 基層維穩系統都是這樣了 國家級和省級的系統會更恐怖 這個系統的每一句代碼和每一個電子元件 都是明指明高的積電 但是耗費巨字的網格監控 不時也會失靈 例如 許州的鐵鏈女到底是誰 當局一直也無法給出讓民眾信服的說法 雷陽事件中 監控設備壞了 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中 監控硬盤又壞了 但有些時候 網格監控又異常迅速 例如 明慧網8月10日的消息顯示 山東費縣公安局和上野鎮派出所 已在監控中發現 法輪功學員張連美8月3日在縣城發真相資料為由 兩天後就將張連美夫婦綁架 並非法抄家